現在在後面呢 就是在現場他們有一個野台的講車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來聽聽看他們到底是怎麼講 然後他們怎麼對他們的群眾進行訴說 他們的訴求 他們到底在講些什麼 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 好我們現在來看 我曾經是一個五月年的粉絲 曾經 我昨天看了香港粉絲對五月天的分手性 我看到痛哭流泣 有些是在 他把反送中的水車跟Just Rock It Blue的藍色意象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在國殤情感之外 我覺得文章裡面更痛的是 阿信透過歌曲給歌迷 叛逆和追求夢想的勇氣 然後這些勇氣 他在我們心中發芽成長 著長 然後 我們成功的渲染給我們的朋友 然後讓他們知道五月年的世界有多美好 但是 在後期 卻要讓我們這些歌迷和哏思 為自己的信仰 在心中反覆的辯證 為自己的偶像辯護 我覺得在那一刻 我覺得在那一刻 我好像可以理解 我阿公看到陳正念 入獄的時候的心情 真是一種偶像落神壇的心情 我很久沒有像昨天那樣子看著香港粉絲和粉手心那樣子哭了 哭國家哭民族 上週五我下班的時候也才這邊路過 我想來看看著色夥伴們 想來看看遊行的大家 在雨中的熱情 我沒有那麼多慷慨激昂的話 但是我很容易被情緒暈染 我經過一台 我經過一個舞台 上面有一個老婆 很慷慨激昂的說 台灣人都應該要湧香 她講了民族的問題 她講了好多 她認為她希望台灣走向的未來 我突然覺得很愧疚 我突然覺得很沮喪 我突然感受到 上週五女人的夥伴們在台上講的 所謂每個人都在這個社會運動中不均勻的承受了這不適感 我同樣也感受到了 我很支持我不想自己面對 所以我很溫柔 我很慷慨 我沒有慷慨激昂的話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說出來 我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起承受一起分擔 那 我覺得沮喪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老婆婆到了 一把年紀了 她卻沒有看到台灣 朝向一個穩健的民族發展 我們這個世代不用去辯證 我們台灣的歷史跟中國的歷史不一樣 我們不用去很努力的解釋說 台灣文學並不是中國文學的一支 我們也可以很有自信的說我們台灣有多元的族權多元的語言 跟中國不一樣 可是我在年初的時候 想像的不是這樣子的狀況 我原本以為本土政黨可以好好的走在一起 為台灣帶來新的氣象 像是民眾黨口中說的新政治 可是其實那並不是新政治 他在陽光底下 他還是跟黑鏡站在一起 他還是跟他們過去 怒罵的國民黨一樣 我突然覺得很主張 我突然覺得很主張 會不會到了我老的時候 還看不到台灣民族好像穩健的嗎 我們不用再去驗證說 我們真的就是個台灣人 希望大家來社運對熱情 可以繼續保持 我很悲觀地認為 這只是他們上台了不到半年 我們就要走上街頭 那這樣子的生活會持續四年嗎 我並不知道 我很茫然 但我很開心可以跟大家躲在一起 謝謝大家 那我們也謝謝我們的吳同學 其實吳同學講的 我們大家聚集在一起 我們有不同的身份 不可能的方式 可以在這場生活運動裡面 並不是那些只有在台上發言的人 我們才有資格 或者是才有能力 他們特別了不起 而是每個人 現在在場的每一個人 我們都非常重要 而且都非常值得尊敬 那我們再次給大家一個掌聲 大家說好不好 那我掌聲謝謝大家 謝謝自己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這個現場 謝謝大家 克服了通勤的障礙 謝謝大家 沒有在家裡 舒服的吹冷氣 舒服的看電視 而是來到這裡 以身體 以自己的行動 為自己在意的事情 做出表態 那我們這邊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是我們在這台戰車的右邊 在車的右邊 那邊我們有準備一塊留言板 如果你覺得 你沒有想要上台講話 但是你想要表達你自己在意的事情 表達你是誰 那我們非常歡迎 你用自己到那邊 寫下你自己是誰 寫下你在意的事情 還有你為什麼來到這邊 我們用不同的方式 來告訴大家 我們為什麼在這邊 告訴大家我們在意 那這邊也想要跟大家說 即使大家今天移動到這邊了 但也想要請大家 不要去譴責今天沒有出現在這邊的人 我們關注這個議題的人 都非常值得尊敬 大家會有不同的方式 參與在這場運動裡面 他們可能在家裡 在網路上 製作兩人幫 或者是 他們可能可以把訊息傳給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 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跟更多的人 說今天在立法院發生的事情 這些都是我們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 這些都是我們 關注我們在意的事情的方式 那請大家不要去譴責今天沒有站出來的人 因為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一起來關注這個議題 我們大家都是夥伴 我們大家不要譴責我們的夥伴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那我歡迎我們下一位講者 那我們歡迎林先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十年前 我來過這個地方 十年後 我又再來一次了 同學們 我頭髮白了 我沒有下一個十年了 台灣要靠你們了 十年我不能再來了 第二點 今天這些立法院這些人 有人炒股票的 有人開賭場的 有人開街頭玩具的 有人炒地鐵的 這些人幫我們決定台灣的未來 你甘心嗎 不甘心 第三點 第三點 我做一個華連人 我很丟臉 我不敢跟他說我是華連人 包括他人家阿嬤 外頭祖阿嬤 華連人真的沒辦法 跟他處理是不是 真的沒辦法 華連人加油 加油 不愧是經濟這麼厲害 我來打通鐵路 我來打通中環公路 就是要把 八千億變成兩兆以上 各位啊 台灣聽不起這些人在玩啊 他選不到了 他老婆可以繼續選啊 我們台灣不能跟他這樣玩下去 台灣沒有前途的 第四點 第四點 當初我們 相信 泰亞華這些人 幫我們領導 可是這些人 經不過幾十年的考驗 一個姓卡 一個姓黃 我不想提起這些小人 我已經被你騙十年了 這些人聽不過歷史的考驗 是什麼人 就是為了利益出賣台灣這些人 這些人 這麼高傲 這麼驕傲的攀台 所有一天會報應的 你想不相信 相信 你想不相信 相信 這些知識分子的醜陋是為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人 陳查詩女士 我沒有講名字喔 我沒有講這個名字喔 我沒有講這個名字喔 你當初為了阿典這麼幫我們 結果 陳女士 你也厭解啦 我也認為 這些人 經不過歷史的考驗 三年後 十年後 會被丟在第一次回憶裡面 你們說是不是 對 是不是 對 第五點 自己的台灣 自己的舊 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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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嘉賓 退伍 台黨退伍到現在 我每年到國外去 打法 AK47 武器師部長 數人頭槍 各位 台灣有一天秀我的時候 我可以出現了 我沒有後顧之憂 我打死一個 夠毅 我打死一個共訓 我對得起 我們出現 對得起台灣的 台灣 靠你們的好不好 好 我不願等十年了 十年前 晚上 男生 我們幫學生 固在帳篷上面 白天 余老師 在帳篷固著 各位 我守十年了 我累了 台灣 台灣就給你們了 台灣就要求可以 台灣就要求可以 台灣 加油 台灣 加油 民主 自由 民主 自由 謝謝大家 台灣給你們了 好 謝謝 好的 未來就在我們肩上 就在大家這邊 大家的肩上 我們要一起睜開眼睛 一起監督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就帶大家 一起來念一下口號 法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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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通過